郑爽由于从小在外求学被歧视的缘故 性格里多多少少有些自卑 然后造就了他如今特立独行的性格 堪称娱乐圈一股奇特的清流 而提到郑爽 除了匹配小仙女称号的气质和颜值 还有他轰轰烈烈的爱情 第一场现在深爱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2009年和张翰出狱 年底开始有戏 10年进入甜蜜恋爱阶段 12年做背后的女人 13年爆出为爱整容 14年黯然分手 因为这段爱情里 每次的发言都是坦率的郑爽 我们也逐渐知道了他们一些故事 比如郑爽为了张翰拒绝亲热戏 为了张翰冷淡事业 变背后的女人 这样的爱太深也太沉重 比狗血剧更精彩 所以哪怕他们早已走出来了 大部分的观众依然沉迷 在后来和胡彦斌的恋情突然曝光 更是跌了一地的眼镜 那个时候的评论很刻薄 很多人都说我不帅 话风不搭 为演唱会炒作等等 听到最多的话便是不配 2015年8月 恋情自此曝光 2016年3月 郑爽父亲证实胡彦斌和郑爽已分手 这短暂的恋情被人们怀疑为炒作 但郑爽在自己的书里却提到了这样一段 关于爱情你不知道的事情 在郑爽的爱情里 大家都以为他深爱着曾为之付出很多的张翰 而胡彦斌仅仅只是个过客 但书里写到的内容 让人细思极恐 对此网友溢水的认为说的是胡彦斌 没开始就累了 才刚刚相处 就被铺天盖地的反驳的 主骂击打的渣都不剩